大家好,我是吴博士 过多的钠是引起人血压上升 水肿肥胖的重要原因 使人们发生心脏病、心力衰竭 中风和肾衰竭的风险增大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钠摄入量 是每人每天不超过2克 或者食盐少于5克 但是仅仅通过减少餐桌上的食盐 并不能有效减少钠的摄入 因为70%的钠来自于食盐之外的各种食品 和外出就餐 如果你对这些一无所知的话 钠超量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不要让你的味觉欺骗了你 可能你吃的食物并不咸 可是它们加起来的钠 早就超过了你身体需要的量 并不是所有的食物钠含量都很高 但是在你的日常饮食中 结合不同的食物的时候 钠就会迅速增加 我们来看看10种常见的高钠食品 火腿 火腿在腌制过程中要用大量的盐 3盎司火腿就含有每人每日钠摄入量的一把 果冻 果冻含有海藻酸钠等食品添加剂来帮助它增稠 虽然它不咸 但是它的钠以隐形的方式存在 午餐肉 它是有肉末和火腿制成的熟肉产品 可以保存很长时间 在战争年代为士兵提供了重要的支援 它是高度加工的 包含亚硝酸钠 通常认为亚硝酸盐与胃癌有联系 奶酪 奶酪是蛋白质和钙的良好来源 但是含盐量也比较高 半杯奶酪 平均含有350毫克钠 占每日需要量的六分之一 沙拉酱 平均两汤勺沙拉酱含有300多毫克钠 有的还添加了味精 三明治 制作三明治的面包 加工肉 奶酪和调味品 都含有大量的钠 它是很多人钠的重要来源 罐装的汤 一份牛肉汤大约含有780毫克钠 鸡肉汤和蔬菜汤也差不多 不过可以找到低钠版的替代品 钠的含量比常规的要少四分之一 猪肉皮 是一种生酮饮食的小吃 碳水化合物很低 口感香脆 但是钠含量很高 每盎司有510毫克 牛肉干 很方便携带 风味多样 但是一盎司牛肉干 含有600毫克钠 占了每日需要量的三分之一 披萨 一片140克的冷冻披萨 大约含有700毫克钠 占了每日需要量的三分之一 如果食用了不止一片 那么钠的超量是很容易的 钠含量高的食物不止这些 这只是一小部分 你可以从产品的标签上 找到钠含量的说明 可喜的是 现在有很多灌装食品或者冷冻食品 推出了低钠的替代版本 如果是外出就餐 选择小的份量 少加酱料和调味品 用大蒜、胡椒、柠檬 代替预包装的调味料 是减少钠摄入的一个方法 减少体内钠的数量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多食用含钾丰富的食物 钾可以帮助减少钠的危害 我会把介绍含钾食物的视频 放在下面 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好了 健康的生活习惯 是防止高纳摄入的最好方法 希望这些信息对你们有用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新视频了 谢谢收看 下次见